音樂 音樂 歡迎各位收看五夜廣場學人傳社科 今集的主題是街頭課室齊上齊學 為什麼有這個主題呢 很多時候我們講起學習讀書 都是講在大學那裏讀課程 讀個Degree 拿張文憑 但其實一直以來很多的組織 都用不同的方式在大學以外做各種的教育工作 所以今集我們請來幾位嘉賓 都是有相關經驗的 首先第一位就是民間學院的共同唱辦人 另外一位就是流動共學課室的執委 許寶強老師 還有中大文儀的Joseph 剛剛開始的時候說我們談一談 可能特別是民縣和流動共學 因為兩個機構 在我們圈內其實都會聽過的 但可能公眾都想知道多些少 到底你們主要的方針是怎樣 或者主要的教學形式是怎樣 那可不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可以 或者我先說 其實我猜講這個民間學院的故事 反而我覺得有些個人的經驗出發線 想當年 幾年前 自己讀書undergrad的時候 經常走課 經常走課的原因 當然不是不上課 其實是去了其他的學科上課 我當時覺得很過癮 其實原來人類學 社會學 政治學等等 是很有趣的 我猜這種學習的趣味 本身對我很重要 但你一考試就死了 個個都覺得那怎麼辦 大家都覺得一考試就好像 學完這些都沒什麼用的了 這是第一個經驗 我覺得其實學習本身應該很有趣 但一考試就好像事情變了一樣 但另一件事就是當 當自己大一點 就發覺原來有一些知識 其實是很關於社會的 舉個例子 當年讀馬傑偉教授 一個關於香港身份認同的 course 其實我覺得茅失頓開 原來是講一個關於自己這個城市的故事 原來知識是有些社會性的 再大一點就發覺原來 其實學習或者知識 大學的知識其實是一種社會的 改造的面向 例如你多多少少 你知道讀大學 文青會接觸一些可能 左翼的思想 或者一些關於社會 怎樣可以更加好的一些想法 諸如此類之後 就令到我自己本人 就覺得其實大學的知識 其實不應該只是在大學裏面 先去傳播 甚至是可能 會不會外面應該有些渠道 去和大家接軌呢 這個想法 就是這三方面 對知識的看法 其實我估計是民間學院 創立的一個初衷 其實我們的宗旨很簡單 就是透過去引介不同的這些知識 給民間的社會 從而透過一起去學習 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令到我們的香港公民社會 會凝聚到一些我們叫知識社群 其實初衷就是這麼簡單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知識社群 我可以 其實有一個具體例子 我們其實會開些什麼課程 香港大家都知道 小時候就說 香港沒有什麼農地 沒有什麼人做農業的 但其實事實上 香港其實都有一個很長的歷史 去做農業的生產 其實香港的農業知識 長期可能在學院 或者民間都很少討論 我們就開了一個課 找了一個專研香港的農業問題的朋友 去開一些關於食物安全 本地農業的課 開課其實只是一個手段 你可以說 其實長遠就是透過你開課 開課程 吸引一些人來 一起去做一些東西 例如那個農青的朋友 其實他和一些學員 一起去農場 以致會一起去研究 香港的食物問題 其實他就會變成一個sale group 這個所謂的知識社群 就是我們最想見到的 雖然剛剛起步 不是很大 但其實也有做過這些東西 許布呢 漏洞共學課室 其實前身就是五年前 大家都可能記得 雨傘運動的時候 九二八之前 其實有一個罷課不罷學的集會 在天馬公園 連續四天 當時我的同事 陳運忠和鄧婉 他們幫忙籌組一些大學老師的異教 搞了很多場 在天馬公園 我其中都有幫忙說一場 這個題目都叫做罷課不罷學 如何罷課不罷學 完了之後 我們都沒有預期 原來佔領會延續成七十九日 在三個區 旺角、銅鑼灣和金鐘 流動民主教室 其實都繼續營辦 差不多每晚都在這三個佔領區裏面 辦一些街頭講學 由大學老師 我們組織了一百幾個大學老師 以及一些NGO 民間團體的資深的朋友 去三個不同的佔領區 差不多每晚都在這裏講學 這個就是流動共學 課室的一個前身 佔領完結最後清場之後 12月12日 在五年前 我們一班朋友 在不同的佔領區 主要在金鐘裏面 就覺得這種街頭講學的經驗 大家都覺得很珍貴 大家都會覺得 不如不要讓它停 就算佔領完了 我們有沒有方法可以延續 這種共同學習的一個經驗 我們就保留這一種形式 就繼續在金鐘 就差不多辦了一年 就在佔領運動結束之後 我們繼續辦了一年 每個星期就在煲底 就搞不同的講座或者論壇 有時甚至是電影放映會 差不多延續了一年 亦都有很多次的一些演講 再完結之後 由於時間的發展 很多時候當時關注選舉 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 慢慢我們想可能街頭這些辦學 就走到一個瓶頸位 我們就想會不會用新形式延續 這種民間共學的一個經驗 我們就後期又找到一些地方 早期在荃灣找到一些點 然後後期我們在灣仔有個辦公室 就用室內的方式 就打算深耕一些的 研習更仔細的一些方式 去繼續這一種辦學經驗 就開辦了這個流動共學課室 我們甚至註冊成為一個MGO 現在就除了辦課程 有些像民間學院那種 我們同時做另外兩件事 一樣我們就會是有些會員的活動 我們用會員的方式包括讀書組 包括一些我們的放映會 或者有相關的學習活動 我們都會辦的 同時我們都會辦一些 我們叫做到會式的學習 就和不同的機構 比如說中學也好 或者是社區中心 如果他們有要求的 我們會和他們設計一些 可能是課程 比如說staff development 即是同工發展日 或者一些退休役等等 然後去他們的地方 安排可能是連續幾次的一些 學習的活動 或者是one off一次過的一些退休 這裏我想拆開一點點問 因為我聽完之後 始終有個感覺 譬如阿楓他 他的起點就是 覺得大學其實很多很有趣的學科 是值得捨得去知道的 而他本人就對那種學科 相當有興趣 我不知道其實可以轉系 這裏始終涉及一個問題 就是大學本身已經是一個 相對於中學 是一個彈性比較大的機構 譬如我舉個例子 就是我和李祖橋 很多年前在Roundtable 都搞過一些講座的活動 而當時已經有一種感覺是 我們很多活動的內容本身 其實本身和大學通識 科教已經很相似 可能許寶在大學都教書本身 我接著想知道 其實有些什麼 為什麼大學做不到 一定要在大學系統以外去做 譬如大學通識都會搞沙羅 都會被工作人士參與 而且很多時候都會做得挺好的 為什麼一定要在這個系統以外 去做這件事呢 其實有兩個原因 對我來說 一個就是 那個民主 流動民主教室的經驗 給我們一個很新的一種 教學與學習的一個過程 我記得在大學裏面 你同樣講的那些科程內容 哪怕一些很哲學政治性 去到那個街頭 那個氣氛很不同 街頭那些朋友 由於他是沒有學位 沒有課程 也都不需要交功課 換言之他走來 仍然來聽這個街頭共學 其實他的動機是很強的 他有一些問題很真 很熱切地想參與討論和學習的 但是大學裏面很多時候是被動式的 就是因為要滿足課程的要求 就因此可能那個學習同期是相對低的 這個是第一個原因 我們覺得是家流辦學 可能和大學很不同的地方 第二個原因就是 家流辦學裏面 我們發覺有一個狀況 是大學裏面我們經常碰到的 我們叫做老師為中心的教 來的 因為大學課程始終是由上而下 譬如一些專家裏面設計各種課程 他的訓練大學的教師 譬如我們叫做Professor也好 Lecturer Lecturer就是講師是講的 講一些東西給人聽 其實就是一個知識發放的一個工具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學習的過程 就應該是以學生為中心 究竟學生學到些什麼 和老師講到些什麼 其實是兩種不同的過程 我想問這個問題 Sorry 因為你剛才似乎是講的 所以真正的分別其實是個空間 甚至是一個很物理的空間 其實就是街和大學課室 所以令到他剛才說的 即使通識都調得挺好的 但是你說其實整個氣氛 可能一些人的舉手 或者一個師生互動不同 我想問一下 一些實際上的materials 譬如你的教材 會不會是有明顯的不同 或者可能兩邊都會 教材其實沒有什麼不同的 都是講相同的問題 都不止完全物理空間 物理空間有少許關係 是一種體制上的轉變 就是剛才我講的 你不需要交功課 不需要為了拿學位 那些會轉移了學生那種方向 即學習是純粹為知識 還是為那個學位 是很不同的一個動機 剛才講的 大學裡面是以老師教為中心的 所以他關注的東西 學生未必關注 也都會減低他的動機 而去到廣場是另一回事 因為他是對這個問題有興趣 譬如政治或者是警察 要不應該用暴力 或者怎樣用暴力 這些是他在想的問題 他帶著的問題跟你談 要求跟老師 給老師覺得重要的知識 是兩回事 很多謝幾位嘉賓的介紹 首先讓我們知道 這兩個機構本身是理念 我們剛剛提到大學的局限 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講 一個民間的機構 怎樣可以修補這種局限 歡迎各位繼續收看學人串社科 剛剛我們講到大學會有一些局限 因此在民間辦學 就會有一些新的嘗試 新的想法可以試一下 但剛剛我們剛剛談那個問題 就是始終大學本身也有不同的形態 例如剛剛講的通識科都會教通識沙龍 都會給公眾參與 而且做得不錯的 剛剛修補提到一點很好 就是大學的學習 始終都是老師主導的 課程主導的 真正的互動 又或者學習的動機 主導的因素傷得沒有那麼強 但是這裡去到下一個問題 尤其是修補可以多說一些 就是大學始終這個系統 它提供很多支援 它幫我們做到很多 不需要這麼想功利問題的事情 可以回去純粹一個教育理念 本身去做一些事情 反而 但是自己出來 出來成立一個機構 自己面對營運 各樣的問題 自己會面對市場 為什麼反而會容易做到一些教育理念呢 其實我猜有些誤解的 我想對大學的操作有些誤解 大學一般被人說 你剛才說好像脫離一些功利的 就是比較理想性的 其實我猜如果你熟悉大學的朋友 那麼多年 可能都看不到太多這一種 好潮著理念 理想方向去走的一種趣 其實剛剛是調轉的 特別是過去90年代打後 整個香港的教育制度 那種功利化是越來越強的 或者我們行內裡面 就是那種所謂管理主義 透過排比 就是比拼 然後在大學排名等等 這些環節裡面競爭 那麼因此 我猜對我們來說 為什麼出來辦學呢 就是大學現在 作為一個機構 它有很多空間 譬如知識生產 仍然有空間去做 但是在教育呢 如果教育是讓學習發生 或者一個焦點是放在學生的學習裡面 其實大學近十多年的走向 就不是朝的方向 甚至資源以至局限是越來越大的 包括大學教師可能被要求寫論文 多於去照顧學生 舉個例 或者讓學生學習 在這樣的前提下 外面辦可能會好些 另一個困難就是 你剛才提到很好的 大學好像是不需要太理市場的狀況 現在我們要理市場狀況 我們剛才又講大學現在的走向管理主義 好像是市場化了 強調功利 所以它做不到大學的教學理念 你出去又是用市場化的方式 會不會做到呢 我想這裡可能澄清市場 其實有很多種的 大學裡面的市場 或者是現在我們一般講的市場化 很多時候的想像就是以競爭 盡快找到多些錢 多些排名 其實多些資源 大學都是增這個資源的一個基地 如果用這個競爭 對學生來說 他都是盡量增多些資源 包括我們叫文化資源 或者是一些human capital 我們叫人力資本 所以他真正想拿到的 更多可能是學位 或者是一個認證 多於他那個學習的內容 用這種方式競爭 我估計整個方向很可能就是朝向 包括辦的活動 不知科學情況辦的活動 我們現在甚至是有一些叫ILP 什麼多元學習經歷 或者校外學習經歷 這些學習經歷 往往都是規劃了的 甚至是你要讀完那些 什麼課堂以外的學習經歷 才給你畢業的 換言之又是變成一種 規管了的要求學生 那學生進入這些什麼 沙龍也好 通識的學習活動也好 他的想法很可能都是 滿足學校給我的要求 要不然我賣不了業的 所以會take attendance 這個又是轉移了那個方向 反而我們外面的市場就是 我們賣什麼呢 我們其實賣 就是真是他關心的知識 我們如果剛才說的 對的 用學生為中心的學習出發 那我們就沒有學位給你的 也都是沒有任何的認證給你的 你來就是就那個課程 你覺得內容感興趣 如果老師你感興趣 那就跟他學習 你就給錢的 所以如果是賣這一種東西 我猜反而沒有偏離那個狀況 而市場未必是對教育 是完全是破壞性的影響 也都可以讓它發生 有個追問的想法 因為剛才由第一節到現在 都基本上那個框 都是因為大學有些不足 有某種不是那麼好的市場法邏輯 所以你們開一個alternative的market 我想介不介意分享一下 不如你們現在在另一類的市場裏面 辦學了一定的經驗之後 其實會不會預示到這種辦學模式 有某種其實很結構性的問題 就是會可能大學有大學的問題 可能因為新自由主義或者官僚化 可能小的你都會有一些可能 frustration 或者有些問題 不單止是個別事件 可能不是因為個別老師或者學生吵架 而是很結構性的 你會覺得將來 即可能譬如政府的規管 或者其次其實私生 這種關係都有某些樽頸位 可能突破不了 那最後一個vision 雖然都是要learning together 或者民間 或者提供一些另類的知識 但是一些最大的問題會是什麼 因為我想都對之後 如果想參與這個market的人 都可以inspire他們 可能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 阿楓應該有很多經驗 或者我講一下 其實Joseph說得很好 就是剛才可譜的說法就是 可能我們出來做 在課程或者我們的教學活動 本身可以有彈性 很靈活可以實踐多一些理念 但是反過來在民間做這些 其實我們的挑戰就是 在這個課程或者教育 這個範疇以外的東西 例如很簡單的 例如營運本身是 一個要考慮 如果你要租一個地方 那你要想 其實你要交租的 多多少少都要驗 是不是 例如其實有人要處理行政的問題 那其實都是一個人力的資源 甚至好像Joseph說 去到規管 其實如果你在民間 叫做註冊成為一個教育中心 或者保合社牌 其實本身已經面對很多的規管 而那個規限 事實上可能在香港的情況 你會發覺 你要跟著它那些規管去做 反過來是constraint 你本身可以做的那些東西 舉個例子 如果你在香港 其實為什麼你要註冊成為一間學校 就是如果你在一天裡面 你有超過二十個人 在這個地方 到進行教學活動 那你就要註冊 或者任何時間 多過八個人或以上 你就要註冊 但是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這些規條 好像很清晰 但是當你執行 你又會發覺 什麼叫教學活動呢 例如我們幾個聊天 是不是教學活動呢 例如我們搞一個沙龍 就是外面有很多一些文化沙龍 其實他們用不著拿牌呢 當你去想這些問題 事實上是就會出現另一個 剛才你說的樽頸位 而那些是要面對 因為那個是 已經不單止是一些 營運的問題 是已經去到法律 法制的問題 我估計是很值得去想想 另一個大的結構問題呢 就是現在我們強調興趣 作為一個市場 參與那些當然動機很高 但是由於這個體制 始終是沒有認證這個部分 導致很多 但是社會經濟的運作 其實是需要這些認證的 譬如你要有大學畢業 才可能找到某些工 或者是某個專業的認可 你才可能從事某種工作 但民間辦學 我們是沒有辦法發出這些認證的 但是一個真正市場化的教育系統 你可以這樣想一下 但是現在我們是很壟斷的 我們教育系統 比如8間資助的大學 他們怎麼可以辦學的呢 就是政府認可的 不是由一個市場化裡面衍生出來的 真正市場化的教育 你可以怎樣想像 你可以想一下 Adam Smith想的那些小販 就是你任何人想辦學 他都可以嘗試進入這個市場 說我可以開一個大學的學位課程 好了 那你看民間 有沒有人需要你這個課程 就是覺不覺得你的質量足夠高 然後當然就是你開展出來 可以有一個公共的評審機制 那太弱流強 市場大概就是用這種方式的營運 有些像我經常用的類比 就是比如西九那個文化區 那你如果搞一個市場的發展的模式 理論上就不應該預早規定 一定要有一個戲谷中心 一定要有一個博物館 你可以是一個大大地 然後喜歡唱粵曲的 唱藍音的 唱軍曲的 唱著士樂的 諸如此類都可以在那裡擺檔 然後看一下民眾 就是需求是向哪些方向的 如果是 那麼它越來越多 可能都是聽戲曲的 那麼你慢慢會形成一個戲曲的中心 那個戲曲中心就不需要由政府設定 現在大學都是那些學位那些課程 都是比較有上而下 然後有些商隔人士也好 他覺得哪些課程是需要的 這個社會需要 他們判斷的 其實可能會錯的 很多時候會錯的 就是他們的規劃 這個其實是計劃經濟 現在的大學是計劃經濟 真正市場化的發展 應該讓我們這個發牌制度 盡量打破壟斷 就是民間有條件有品質的人 只要他比如說有他自己的專業的背景 然後一班人擺出來辦學的質量 可能是有個公共評審座的 那你就可以容許他試試收生 然後看一下哪些人願意去 這個市場去決定認證 很可能是另一種模式 我剛剛想到一件事 因為我記得以前 小時候經常看你的書 你都作為教授 你會拘捕很多學生 或者一些高質素的畢業論文 然後變成一本書 我在想 你經常搞這些普及出版 是不是一種 無法提供認證的代替品來的呢 就是因為如果我是學生 我估計說 我會見到自己的一個 學習員的經歷變成一件事 就是一篇文 然後可以有出版石出版 我都會覺得很開心 就是都會是某種模型的認證 雖然我知道 本身是不會有一張sert 但是in a way 我報名的時候 都知道不會有這張sert 或者這張sert 是沒有用的 對運工其實 但是我想因為 大家來參與的時候 都是為了 做一群大家理念相近的人 學一些不是工具化的知識 那會似乎 我覺得出版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而中間 比如你們作為搞手 可能怎樣籌組學生的知識成果 再present給公眾 又好像是另一樣很複雜的技藝 是完全同意的 當然這個是其中一個目的 就是讓學習者 有機會發表他的學習成果 比較總體應該這樣說 出版是其中一種形式 我們參考的一些經驗 比如台灣的社區大學 每個學期完了之後 有學員的成果展 有些是可以透過書寫 有些也可能透過一個表演 或者一個研討會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辦大學的課程 比如我們的文化研究碩士課程 我們都有一些年終的研討會 是讓學生發表他的年度論文 透過這些平台 希望他的學習成果去展現 透過這個展現成果一方面 是鞏固他學習的成效 另一方面是和外面對話 鞏固外部對他這個學習成果的確認 也是一個鼓勵 我們也是從鼓勵學生學習的角度出發去設計這些 謝謝許寶 我們剛剛由大學的局限 到這一節討論到再仔細一些 政府整個規管 大學的結構 是不是和教育的初衷有一些違背 而其實坦白說 有一些想法 我是會想回應的 比如大學的架構是有它的原因的 下一節回來我們會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歡迎各位繼續收看 《午夜廣場學人串社科》 剛剛許寶提到大學一些問題 比如管理主義 比如各種的制度 令學生純粹為了fit in 制度 或者得到某種好的結果去到學習 但我想 我剛剛提到一些想回應 或者追問的就是 可能我在大學工作 有一點點價值觀 內化了 大學有很多東西是有它的理念 或者原因在當中 比如說大學收學生回來 我們預算是一個四年的學習經歷 而我們想的起點是希望 讓學生四年之後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設計不同的配套 除了課程之外 可能要必修某些通識科 可能要一些 可能service learning 的時數 又或者某一些 其他學習經驗的要求 作為畢業要求之一 可能這個過程 學生是被動 都不頂的 但我們會期望 即使被動都好 他有這種接觸 有這種學習經歷 最後在一種教育理念之下 成為某一種人 即是一個luturing process 而相對來說 似乎民間霸學 都是以課程做基礎 可能會和坊間一些興趣班 那個感覺上分別不大 只不過 那些興趣班 就是一些工具性的東西 而可能你們機構 就是一些知識上面的東西 那其實會不會 回到大學的系統 本身都有它的好處 而脫離了 反而是喪失了一些東西 我可以很簡短 可能阿楓可以補充多一些 這個部分 簡短就是回到剛才那兩個觀念 甚麽是學習 我們現在有兩個模式 你很簡單地說 一個就是以教師為中心的教 我們叫 另外一種就是 以學生為中心的學 那大學的設計 很多時候是以教師為中心的 教學安排 他覺得這四年 希望學生變成某一種 無樣的人 那他們通常有些 我們叫做graduate attribute 就是畢業生的品質 這樣的一個列表 那有些專科其實是合理的 譬如說一個醫生 他可能需要有下列的技術 他才可能認可成為一個執業的醫生 但是記住這些畢業的品質 其實不一定是和你的教學安排 是直接相關的 我舉個簡單例 你現在很多會計師也好律師 你可以自己去考那幾個試 然後考到一個專業試 你就可以成為執業的會計師或者律師 你怎樣學呢 其實是不需要由一個大學安排四年給你的 你不需要讀過一個法律的學位過程 你都可以考到 如果你自修 你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看到那個可能性 我們想以學生為學習的一個approach 進路的意思就是 正正是我們講學習的過程 應該一定是經歷過那個學習者 那個身體的轉化 他才有真正的學習 包括剛才講的自修 你如果想成為專業人士 你可以自修 那你就會自己會discipline 就是你自己會做一些紀律 讓你自己去那幾年內 你考到這些牌的 每個人是學習者的品質不同的 其實興趣能力都不同的 如果有一個所謂taylor make 就是讀生訂造 給他的學習過程 最適應他那種學習的速度 那個緊張程度 應該是最好的學習效果 那這種大學的設計 往往是有時候confused了 剛才講的 你最終要求那個品質 和你設計那個課程 往往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 往往可能不一致 為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設計一個過程 是cross the board 所有學生都要同樣經歷 比如這四年裏面 所有人民學科的學生 都要兩文三語舉個例 這個是開玩笑的 為什麼每個人都要兩文三語呢 我七文八語行不行呢 我或者一文一語行不行呢 如果我要做的事 或者我的興趣是想朝某些發展 這個不是專業來的 兩文三語不是一個專業來的 不是做醫生那些 為什麼你要安排了 一定要讀完這兩文三語 然後那些讀法呢 你還要安排 就是一級一級去 甚至科外活動 你都安排了給他 這個是莫名其妙的 所有人都經歷同樣的過程 你想一下都是太機械化的 不是一個以學生為學習的中心 我大概簡短的回答是這樣 嗯 我其實都同意許寶說 那種 Learner Center 或者 Teacher Center 的分別 但我估計我們文園 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當然 因為其實面對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完全 Learner Center 可能很多時候 究竟來報讀的人 他都不太知道自己需要些什麼 所以我估計我們文園的設計 有一點點不同 我又不會說 Learner Center 還是 Teacher Center 反而就好像回到Gary那樣說 會不會有一個長遠一點的目標 在這個學習的過程裏面 雖然看上去的課程 好像是一個個很過別的 但其實第一節都略略講過了 其實我們長遠 文園的一個目標 去凝聚一個可以有行動力的知識社群 剛才舉的例子就是農業這樣 其實還有其他的範疇 例如一些城市相關的政策 或者說多一點點背景 其實民間學院本身 包括我在內 我們幾個創辦人 都有另一個組織的 就叫做本土研究社 我們其實那邊做多一點點 在一些關於政策上的研究 其實這兩個東西 怎樣去聯合在一起呢 就是透過 我們相信透過 可能做一些課程 辦學等等 其實凝聚一些人 可能他對一些城市的政策 或者相關的東西 有一個興趣是 然後透過一起去學 甚至一起去做一些東西 而這件事 就可能回到第二節 Joseph說的那個output 我們未必一定是出版 作為一個output 甚至你出一個研究報告 或者一齊有一種倡議 會不會本身 都是一個output of那個learner 本身呢 我們帶著這一種的圓景 去做民間的辦學 我剛剛 sorry 我想想回 我們一直之前討論 都是圍繞著 由老師或者teacher 做中心去到learner 我想問 比如researcher 會不會其中是一個 可以是重要的term 因為你說本土研究社 其實最終你想將個learner 變成一個可能organic的 不是為了追求 為了符合某些大學的知識機制的researcher 即是你認識一個可能 即使在公民社會裏面 你仍然有一種研究的能力 比如你去閱讀政府的文件 去理解它背後的一些想法 其實都是一種很重要的能力 那會不會其實你們辦學的時候 都背後可能預設了learner 最後會變成某種的主題性 是什麼來的 而可不可以講多一點 或者你們兩個會不同 因為比如你就很明顯是研究 但可能有另一件事 我不知道會不會差不多 都相關的 剛才都同意我們要有一個願景 究竟Gary說的那個大學裏面 可能四年畢業生 有一種畢業生品質 那它有時候會很多樣 很廣泛 有時候我們都會沒有所適從 都不知道怎麼做好的 但是我們其實單一的一個願景 比如流動共學的願景 相對於它作為一個行動者的知識社群 我們其實是想培養共學者 就是一個有意欲有能力 共同學習的人 那這個人的品質 應該是可以怎麼描述 或者可以怎麼理解呢 其實有一點類似 他是一個研究者 一個懂學習 或者是意欲學習的人 對我們來說 首先要理解什麼是學習 學習對我們來說 其實就是能夠以開放的胸襟 是迎接任何來自你面前的 陌生之物 我們叫做一些新鮮的事物 來到你面前 你不要這麼快用過去 照版煮碗方式去應付它 就是人肉錄音機式 什麼新問題來到 你都用舊的答案去處理 這個是很壞的一種狀態 是一個沒有學習的狀態 而是用開放的心靈 重新向來自你生前的東西 重新學習 比如一個木匠 一個新的木頭來到 你研究一下木頭 看看他適合做什麼 一個學生來到老師面前 你研究一下這個學生 他的性向 他的能力是怎樣 然後幫他設計一個 讀生病做的一個學習過程 用這種方式去理解學習 剛才說 我們希望想建立一個 共學者的社群 或者大家都意欲有能力學習 其實就是我們最終的原景 這種人其實就是一個廣義的研究者 因為會帶著很多好奇的眼光 對任何新鮮的事物都不會用舊的答案排拒了 因為一般來說答案就是所有問題的殺手 有既定的答案其實你殺滅了問題 殺滅了問題 研究就沒有起點 所有研究的起點都是問題 當你有問題 整天保持在心裏面 你就很想尋求答案 這個尋求過程就是我們理解的一個學習過程 我想追問一下或者補充一下Joseph的東西 我想他問這個問題 可能再仔細這個意思是 在這種教育學的過程或者共學的過程裏面 一個傳統上做Lawney Production的研究者 他怎樣介入這個關係呢 知識生產 比如大學知識生產做研究 比較專業的研究 是眾多研究的其中一種的形式 一種很獨特的形式 是很需要的很重要的 有一些研究是需要很專精的一些研究工作者 去發展這個方面 比如物理和化學的知識就是這樣 慢慢會積累下去 但他是眾多研究的其中一個 甚至很少的面向 日常生活裏面差不多 人人都可以是研究者 你煮一頓飯怎樣去改進那個味道 營養的成分 你可以每日都是進行這些 我們叫做行動研究 每個人都是一個研究者 做好一頓飯 其實是一個可能是改變你家庭關係 甚至改變社會結構的其中一種元素 是一個起點 當每個人都投入這一種很認真地 面對他新鮮事物 比如新的食材來了 你今天怎樣去重新煮好一頓飯 對那個人來說 如果他用開放的胸襟 如果我們鼓勵到我們的過程 是讓大家投入這個過程 享受這個過程 有能力去進入這個過程 我估計就是研究的一個擴展 所以你剛才說是一個部分 而我們覺得還有一大票的部分 在民間裏面是有待開發 也都可以救得上是一種研究工作的身份 我剛剛還想起你剛才說 就是研究似乎都是一樣 我們的社會很不鼓勵的東西 比如剛剛如果看 因為社會太多答案 比如現在的抗爭運動 剛剛有一些人建議用北外爾蘭的極力 去可以想怎樣想香港 而張建宗就會說太學術性了 其實都是imply了他 他本身對什麼叫知識 或者跟實用之間是割裂了的 其實似乎 我們in a way 都不太看到 其實怎樣可以 政府本身都會想研究 或者學術和知識是什麼 似乎民間造氣都好像是很重要 我估計他誤解了學術 認真的學術 其實應該跟我們解決社會問題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他我估計是一個借口來的 其實就是我覺得政府是一個最大的 缺乏無私的一個機構來的 暢時期已經是沒有學習的 因為人用錄音機的一個描述 其實就是這樣的意思 他用既有的答案套話 是不斷回應社會新鮮的問題 結果問題就不斷積累 剛剛許寶她說到一樣東西我很喜歡 就是講學習到最後都是一種摸索自己發掘自己的過程 歡迎各位繼續收看五夜廣場學人傳社科 剛剛許寶她到最後就是提到 學習和教學的關係到最後最理想的狀況就是 每個人自己都是一個研究者 每個人每一天在不同的領域都是一個學習者 但是這裡我會想問一點點東西 可能特別會問阿楓多一點點 正確那種狀態是一種很日常生活的狀態 是無論如何都希望是這樣的狀態 但是坦白說我們很多時候一種學習動機 動機跟某種背景是有關係的 在某個事件底下我會想知道多些東西 會跟背景有關係的 而我所知民縣或者民縣大部分的夥伴 都跟某種社會關注的議題是會有一些關係的 阿楓在這方面可不可以分享多一點點 可以的 我猜舉一個例子 例如講檔案archive 我們其實有開一些課程關於檔案學 那為什麼會開這些東西呢 其實就跟那些社會事件很相關 意思就是說其實前幾年有很多一些關於檔案的討論 在坊間 無論是政府去殺了檔案 還是民間去做一些檔案庫等等 我們開這些課程其實正正是說 很多人其實想了解什麼archive 甚至是自己去做archive 那會不會我們可以去做一些這樣的課呢 從而去凝聚到一個行動的社群也好 知識的社群也好 那我猜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猜理念上和許保持就是覺得 每個人都應該是一個researchive 甚至是一個intellectual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做到這一點 反而我覺得要回到一些很具體的issue 就是你要engage一件事情裏面 一些的議題上面 這樣去做呢 反而可能更加能夠做到那件事 這些具體的議題 阿楓剛提出了一種獨特的一個例子 譬如說檔案的研究 但是我們知道不同的學習者 有不同的能力興趣 關心的議題都很不同 而很多人關心 跟他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領域 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們開辦的課程 有時會闊到一個地步 希望可以日常生活裏面 方方面面都可以涵蓋 可以讓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 都可以成為知識分子 或者一個研究者 至少充滿學習意欲和能力的人 所以我們辦的課程 除了一些知性上的課程 類似他們講的檔案 或者我們講的比較學術性的 或者是專業性的課程以外 我們有辦一些日常生活的 例如食物或者釀酒 舉個例子 從釀酒的一個例子 你可以理解 譬如說 如果我們想一個社會自由的 多元的 那酒是不是只有現在 我們坊間買到的 大部分是由一些大企業 或者是壟斷了的企業生產的啤酒 的味道是否由他們決定了呢 因為民間可以因應自己的不同的喜好 用不同的配料 以不同的方法釀製出 適合更多不同類型的人的一個 啤酒的一個品味呢 如果是這樣 同時你也可以鍛鍊到一種 我們的問題自己解決的 一種主動的能力 這種主動能力也是學習的 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條件來的 就是我們如果碰到問題 我們有意欲有能力主動去解決 我們叫DIY精神 所以釀酒班其實同時 希望可以達至這兩個效果 剛才你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跟坊間的一些興趣班有什麼不同 坊間的興趣班有時候會 那種市場的思考 就是一個現在的消費者 和供應者的一個 二元分割底下的思考 供應者就提一些 消費者想要消費的 短期立刻滿足到的一些 課程的品味 譬如我想學彈結他 我立刻給你一個抱 讓你彈色那首歌 用同樣的指法等等 教了你 那你學到了 很高興 但是他自己 譬如說 意欲去作一首歌 或者是玩自己想玩的音樂 這個過程呢 其實基本上 不單是沒有鼓勵到 甚至有時候 由於你太快給了一種 教學的方法 一個產品給他 讓他可能忘記了 我自己要找一些 可能適合自己的 音樂的形式 或者是飾物的形式 那我們的辦學呢 反而是後者 希望真的引入一種 有動機 有能力學習的一個個體 而他自己會找到 他自己最適合的一個答案 我就這樣聽呢 其實覺得 聽了記者 我覺得他兩個 代表的兩個機構 其實有一點點像本科和研究院 可能許補的 他更加重視curiosity 但是可能阿楓 譬如他的 gender 比較清晰 其實對檔案的介入 或者政策的介入 可能是需要更加主動 甚至更加文字主導 當然可能 我想他也有其他類型的 cause 但我估計上 是不同的角度 其實還有沒有第三種角度 或者不同的介入 如果都是普及知識 那會不會 Joseph這個比喻 我覺得挺有趣的 很有趣的 一個研究院和本科 都看回大學那個 即現在的角色 大學的教師 其實那個訓練很奇特 他是做一個博士論文起家 所以他的訓練是寫一篇 很專精的一個研究的報告 這種的訓練其實 和作為一個教師的條件 其實是兩回事 教師其實是讓學生的學習發生的 我們讀PhD的時候 從來沒有這個訓練 但是我們一拿了PhD的牌 就有進入教學的一個空間 很奇怪的一種做法 但是我們的教學 其實有一種可以做到的 作為大學教師 就是教研究生 為什麼 因為你帶研究生 就是讓研究生 經歷過我們曾經經歷的過程 因為我們有經驗 我們做過這個研究 做過這個PhD 所以帶回去PhD 反而是一個合適的一個 就是教學的一個配置 但是教本科是另外一回事 大部分本科不會做一個博士論文的 也都不會寫論文 也都沒有必要訓練 每個本科生要做論文 所以我們是沒有一個鍛鍊 甚至一種想像 究竟本科生的學習 應該是怎麼發生的 反而是經歷了這麼多年 撞了很多次板 我開始反思就是 如果用一個 要學習者為中心的角度 大學的設計應該全部改變 甚至可能我們民間辦學的機構 很可能都是需要有一個調整 就不是單一的一種 即是以研究道向 但是民間學院那裡很明顯的定位 就是希望有一群行動的知識社群 它有一個很清楚的 隔入社會的視覺 它來進入這個學習過程 那些學生 很可能都有類似的一個醫癒 和一個心態 所以它是配合到的 所以我覺得是挺好的 它做了一個知識產品 或者說多一點 一講到學生的背景 就是我們接觸到 雖然說叫民間學院 但是其實所謂的民間都很多元 我們接觸到的群組 老實說就是一些什麼呢 其實是20多歲 去到可能40多歲為主 讀過大學學位的 對於他們的生活 以至於社會的狀況 很多困擾的人 他們帶著這些儀話 來讀我們的課程 或者想認識我們的老師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 為什麼說好像很具體地 透過這樣的課程去做這些事情呢 正正因為我們可能做了這麼久 就是發覺原來這一幫人 可能就是我們最主要接觸到 而他們可能是最有力量 去做到我們剛才說的那些 介入的工作 或者一些的倡議 那我估計 這件事情是我們做了這麼久 一段時間 我覺得我自己是treasure 就是你可以接觸到這些群組 以致會不會有些事情再發生呢 這樣 而且他們找回來的CG 亦都在這個領域上面很專業的 因此 其實一個大學式的研究訓練 有些我們叫Mentorship 好的學習 很多時候都是師傅大徒弟式的 其實研究是一種 學術研究是一種工藝來的 做這些檔案的研究 都是一個工藝來的 有一個好的師傅 其實就是比較容易 facility這一種的學習過程 但是如果那些廣義 這個教師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 他就應該是一種類似師傅式的 facilitator 他能夠啟發到學生 因應他的興趣能力 然後用自己獨特的一個速度 進入的方法去學習 如果是這樣 可能擴展剛才阿峰的模式 研究工作 就是比較專精的研究工作 可能需要這一種CG 需要這一種訓練的方式 沒有那麼專精的 一般的研究工作 比如日常生活 我剛才講的養酒 那些其實是需要另一種的 我們叫做facilitation 或者是教育工作者 搭建一個平台 設計一種流程 讓大家進入的時候 感覺比較舒服 也都感覺是適應自己的 學習興趣能力的 我們現在都是在學習著 怎樣學習這一種 我們叫做facilitator的 角色的轉變 我想問一個關於比較具體 很contextual的問題 這一刻我們身奉亂世 有某類型 可能跟運動相關的知識 是大家很特別需要 如果在這種理念下 我們一方面又不是很由上而下 去教某個理論 教某個運動的思想 而我們搭建一個平台的話 譬如這一刻 在現在這個狀況 我們的定位應該是怎樣 或者搭建一個怎樣的東西出來 我舉一個具體例子 現在需要什麼呢 這個運動 其中需要就是一個 民主的一種操作的經驗 因為整個運動的目標 希望可以建立一個更民主的社會 要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 或者是自由平等的社會 那個運動的進程 應該都體現了這些 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原則 在過程裏面 但是不容易的 譬如我們應該怎樣討論 討論怎樣體現是民主平等 自由地討論的一種空間 其實需要很多設計 包括可能大家發言時間 可能是相等的 發言的機會是相等的 不應該是由於你的位置 因此你可能有多些資源 所以你可以講多些 甚至發言的方式 都不可以規定了 不可以講粗口 或者不可以帶頭盔進入會場 你越多這些條件 你就越排他一些人 他熟習這些條件的人 他沒有機會用平等的方式 進入你這個討論 所以那個流程的設計 是至關重要的 你剛剛所說的那個民主 似乎是一個公共空間裏面 不同人的平等 但是比如我們現在看到 連登似乎是網絡的公共領域 似乎那個知識 或者不同的人的專業知識 都會非常之不同 似乎我們都參與一個很前所未見的狀態 但是我們自己都要想回自己的角色在哪裡 我覺得剛剛整個討論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是我們由一開始去講大學 這個最統一的機構 去到民間組織 那種不同零碎的參與者 去到最後連登做一個網絡 一個沒有專家沒有權威 帶大家共同參與一個research project 去發掘一些想法 或者某種資訊的過程 是一個好的學習過程 而正如學人串社科 本身也希望有不同參與者的介入 今集今季學人串社科已經完結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字幕作為奇多字幕視頻